這場寒流有帶來了令人悲傷的消息 根據各地的消防局統計 而全臺昨天 截至今天上午為止 一共有八十一個人 因為身體不適而送醫 而其中二十六個人 一度失去呼吸心跳 經過搶救之後 仍有五人不幸送命 北部地區臺北市 有六人失去呼吸心跳 平均年齡達到八十歲 而新北市也有五人一度失去生命的跡象 醫護人員和炎王爺拔河 但人做不回其中的兩個人 新竹縣則有一人已經明顯死亡 至於中部地區 因台中市有十一人被送到醫院時 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目前還在搶救當中 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一個人只有三十歲 正值壯年 而氣溫就這樣 昭化現在二十四小時之內 就有五十七人送醫急救 讓救護人員疲於奔命 消防局強調 這些人是不是因為寒流而猝死 有待醫護人員進一步釐清 提醒長輩要注意保暖 尤其是心血管疾病患者 以及敏感族群 務必要加倍小心 今天全台洞番署 各地的山區都出現了銀白的雪景 不少民眾今天凌晨是上山追雪 不過卻有一輛要到陽明山追雪的自小客車 發生了意外是當場跌落了邊坡 那警銷貨報到場之後 將車上的三個人平安救了出來 幸好三個人都沒有生命大案 入冬以來最強寒流發威 各地出現低溫 陽明山已成一片銀白世界 有不少民眾在今天凌晨上陽明山追雪 沒想到有一輛自小客車 發生意外當場掉落邊坡 初步瞭解 當時是因為匯車事先不良 導致車輛不慎滑落邊坡 警銷到場後立即將三人救出 三人均未受傷 另外北投分局呼籲 駕駛車輛行進山區道路事先不佳 除注意前車情況外 匯車時應注意前車間隔 及路面邊線側溝以維護行車安全 入冬最強的寒流來襲 而中央氣象署預測 今明兩天是最冷的時候 而為了因應明後天的低溫 可能造成路面的結冰 而影響交通 還有行車的安全部分的縣市 已經宣布要來放假了 也就是小學的部分 像是台北市有陽明山國小 他是宣布今天和明天都放假 另外胡田實驗國小也宣布 今天放假一天 那在桃園的部分 復興區華林里 還有三光里高一里 也是來放假一天的 那至於桃園市 他們今天是停班停課 另外像是新竹縣的部分 有尖石廂星光國小 瘦軟國小 還有御風國小 還有石壘國小 而今天也是宣布要停班停課 停課一天的 大定位在台中市的和平區學校 明天是放有低溫假一天的 是 看得出來都是 比較高山的地區的這些小學 因為真的可能是太冷了 所以就算是現在放寒假 可能有一些是這種 課後輔導班等等的 這些地區的這個小學 現在都是宣布是停課一天的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轉換焦點 帶大家來關心到的是 這兩天在網路上 也是非常發燒的話題 就是直播主Toys 他因為嫌棄這個YouTuber 超哥的日六餐廳難吃 結果呢當場被超哥打到頭破血流 還送衣縫了十幾針 那時候呢 Toys是提告傷害 還有殺人畏罪等罪 那Toys呢 在昨天晚上是首度 針對整體事件回應了 他也公布了整體事件的時間 久久強調說 超哥這一次的行為啊 顯示出來 他始終是一個沒有文化的流氓 還有他還說這個超哥 是溫室長大的阿斗 而且呢 Toys還說 如果時間再倒回一次的話 還是會說醋飯很難吃 為什麼要扯不好意思 我是在吃個飯 你要什麼 喂 喂 網紅Toys日前嫌棄 YouTuber超哥的日料餐廳 醋飯難吃 被對方打到頭破血流 22日Toys也首度發聲 時間如果再倒回一次 你的醋飯夠難吃 時間如果再倒回一次的話 我還是會揍他 Toys昨日晚間在臉書發文 還原事發經過 他表示當時進店有問 可否內用 也堅持自己付款 更一直要求店家不用再招待 後來超哥到店 要求自己評論 他也說魚肉好吃 但醋飯難吃 接下來超哥就開始起情緒 Toys一行人也提早離開餐廳 在門外與超哥道別 對方最終情緒失控 與其他人開始圍毆自己 超哥的老婆友人 還嫁開自己的攝影師 更逼他們關掉直播和錄影 目前中超哥還不斷說出 想置自己與死地的字眼 他也強調自己沒有還手 只有採取虎頭動作 Toys表示會去超哥的店 是因為自媒體本來就是為了流量 但他也不是惡意抹黑 超哥也說他們會接受所有評論 是他太笨沒料到對方 根本不想聽這些 接著Toys批評超哥 是沒有文化的流氓 文室長大的阿斗 滿口仁義道德的偽君子 毫無情商智商的福而代 最後Toys總結 按照超哥的邏輯 有問題就使用暴力就好 時間如果再倒回一次 自己還是會說他的醋飯夠難吃 作為一個前科犯 自己也沒什麼資格說教 Toys更提醒大家 以後接觸超哥及他家族相關產業時 盡可能不要提出負面評價 畢竟再來一次他還是會打 後續也將會把當天的影片 放上YouTube提供查證 超哥在打人之後 後來他不是就是先這個 有到肥檢 然後就以五萬元交保了嗎 那說後來呢 這個超哥在昨天的時候 就被人家目睹了 說他居然是出現在這個機場 大家就想說他居然在機場 託訊行李是不是要出國了呢 那其實超哥他在昨天呢 他就發了一篇文了 他就解釋了他為什麼要出國 他說他沒有要潛逃啊 因為他是1月15號的時候 就已經找了這個黑卡的秘書 幫他開票 就已經確定要到越南去工作了 而整個Toys的事件呢 是發生在1月20號 他說為了五萬元氣保逃亡 大家不必多做聯想 那個是不可能的事情 也就是說超哥在昨天的時候 終於發文解釋了他為什麼 出現在機場的原因 前店競選手Toys 日前因批評 全台最有錢YouTuber 超哥開設的餐廳 醋飯難吃 雙方爆發爭執 超哥最後難忍怒氣 更在店門口猛力挥拳狂揍Toys 打得頭破血流 超哥被以現刑犯逮捕 檢方附訊後 1月21日預令其五萬元交保 但超哥交保隔一天 就被網友直擊他現身機場 正在報到櫃台托運行李 而1月22日上午超哥在臉書發文道歉 承認氣昏頭打了Toys 但仍直言 小店歡迎狗與貓 但小店不歡迎Toys 隔了大約一個多小時 卻將道歉文刪除 之後又在接近12點時重發道歉文 並表示 重新再給我選100次 我一樣會扁你這個王X蛋 在這期間 超哥被募集現身機場托運行李 下午近1點再度發文解釋 他表示 早在幾個月之前就計劃到越南工作 並表示不可能為了Toys案潛逃 請大家不必多做聯想 網紅超哥和Toys鬧翻 這回還爆發了肢體衝突 而針對這次的事件 網紅鳳梨在臉書發文來聲援超哥 鳳梨指出開店做生意 當然接受好與壞的評價 但是為了流量存心來找查的不在此線 而動手是錯誤的 尤其旁邊還有小朋友在場 但是這位消費者起頭就打算用有小朋友在場 無論自己怎麼挑釁 應該也不會被怎樣的態度立場入內 我對於這種行為也實屬唾棄 他認為雖然在臺灣有言論自由 但不該被拿來這樣使用 鳳梨直言 餐飲業者實屬不易 好不好吃大家自由心正 而這種東西很主觀 好吃我們下次再來消費 不好吃我們給評論 也不需要開著直播 語帶挑釁及貶義去糟蹋店家 他強調超哥使用暴力確實不對 但言語的暴力更不應該被偽裝的言論 自由所包裝其合理性 而認為Toys的行為同樣屬於暴力